刚才我们说的硝酸甘油 是吧 并不是大家想象的 说是心梗的救命药急救药 只是缓解症状的 那心脚痛是可以的 再来说说这个阿斯匹林 对心脏好也是大有名气 很多人自己没事保养的时候 甚至就都吃点阿斯匹林 但是之前的新闻 说心梗发作的时候 阿斯匹林拿来当急救药了 也是会有风险的 的确啊 他怀疑自己有这个心梗 就吃下了两片阿斯匹林 没想到竟然差点成了催命死 这本来是救命的药 咋还能变成催命的了呢 您在这个临床过程当中 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真的是遇见过这种情况 这个患者来的时候 其实就是心梗的一个症状 也是胸痛啊出汗啊 整个的这个临床表现 和心梗是一模一样 包括我们给他收住院了 我们都认为他是一个心梗 而且当时表现的心梗梗 就是一个心肌梗子的 一个典型的心梗梗表现 但是这个患者呢 他这个疼痛呢 我们后期呢 通过临床上的细致的观察呢 它是有区别的 它疼痛是有变化的 那这种的话 是超过了我们心内科的 这种心梗的这种疼痛的 这种改变 所以呢 我们就给这个患者当时 做了一个这个 主动脉的一个增加CT 结果发现了 确实是血管的异常 但是不是心脏血管的异常 是整个大肚脉的异常 破了撕裂了 在我们临床当中呢 我们管它叫做甲层 心梗呢 和这个主动脉甲层呢 实际上是两种疾病 心梗呢 是属于给心脏控血 这个动脉呀 出现了一个堵塞 就是说有急性的 这种血栓形成了 那对于这种主脉甲层呢 它是血管内膜的 一个破了 那这种严重的 整个全层都是破裂的 那这种呢 它相当来说 这血呢 是从血管内呢 出血到这个血管内皮下了 是形成了一个 类似于出血的一个改变 所以是完全 两个不同的概念 所以说阿斯批林 这种抗血管的药物呢 在两种疾病上呢 它起它的作用呢 是截然相反 吃这个抗血管的药物 无形当中 是给它这个撕裂 或破裂 助燃加重了 它病情的一个进展 这是我真实遇到的 一个例子 那它这个心脏 一开始来了 一个假性的心梗的表现 是由于那个 大动脉的引起的 还是说跟心梗 是一起相伴的 它是大动脉引起的 早戏是引起的 而这里还有一个细节 这个撕裂的血管内膜呢 它撕到了 冠状动脉供血的开口 把这个开口一个堵上了 所以说表现呢 就是一个心梗的一个表现 来血少了 对 直接把这个心脏 冠脉供血的这个 分叉这个口啊 直接给它用血肿啊 就给它堵上了 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好像梗了 对 夹根 那其实是真梗 是真梗 真梗 那原意是吃血的梗 对 尤其是它为大动脉内皮破了 那血肿压破的 把这个供血的这个 直接给拦断了 明白了 是这样的一个 所以就阿斯皮尼亚 真不能随便吃 是的 是吧 这个心脏缺血 还是出血 尤其是这个部位 这个给它成现主要 疾病的这个明确诊断 是很关键的 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